保林茶室疑似食物中毒案越滾越大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在下午约询 保林创办人李仿轩 与登记负责人陈亦凡 但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们表情凝重不发抑郁 市府也喊话不排除向保林提起假扣押 晚间六点半法务局长也会亲自召开记者会做说明